今天想問問的是 因為他拿黃金骨的雞來浴材 還有來製作液肥 是不是可以加一個自己 算是自製的這個炒木灰 還是要加什麼 要有準備一堂湯麵 包括一包酵素維生物活菌 還有一堂的這個蜥蜥 這東西到底是 反正應該可以啦 反正你這些東西 不過你這個所謂酵素維生物 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酵素就酵素 維生物就維生物 那麼還會叫酵素維生物 不過照他的一個標示起來 還有枯草感菌 有這個硝酸 硝化菌 應該沒有硝酸菌 雅硝酸化菌 雅硝酸菌 植物纖維分子 乳酸等等活菌 這應該就是簡單說 他應該就是一個 複合的這個東西在這裏 所以應該是可以拿來做 拿來做堆肥在用 所以大概是沒有什麼問題 比如說我們不是有有機液肥的配方 這有機液肥的配方其實就是給你原料 這個原料的來源 你要用這個菌種 像我們好朋友用這種菌種也是可以 還是用堆肥菌也是可以 這個通常是可以這樣 所以你把這個 用黃金骨 要育苗 割肉拿來做液肥 這個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這一個原則就是 這種東西如果是越脆 是越細碎的東西 越脆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發酵會比較快 你如果是因為這個東西 那個果肉 果肉大概就是糖分 蛋白質很少 所以你如果是說要加 加一點點的草木灰 草木灰會讓它變鹼性 這沒有問題 還要加什麼東西 反正我們在這發酵的時候 就是有碳要有蛋 所以我們給你一個 這個配方裡面 我們舉一個 舉一個最簡單的一個配方 就是這個蛋質性的一個 就是有淡層的這個肥料 這有淡層的這個 這個有濟肥肥 我們在發酵的時候 這個 豆粉 這就是這個有機質 米粉 米粉可以說是 一種含碳的這個東西 其實米粉最主要 我們是要愛他的什麼 愛他的維他命 米 這個東西還有一些蛋白質 所以米粉是一個發酵 有很好的這個成分 有這個淋礦粉 淋礦粉是要它的淋 有時候如果沒有淋礦粉 我們要用一些過淋酸鈣 也沒什麼要緊 海藻粉 海藻粉 最主要是提供一點夾 之前有這個動物性氨基酸 動物性氨基酸 比我們說就是魚的這個 把他放一層 放太多草 但是這個最主要 就是要愛什麼蛋白質 放一層 有色氨酸 有這個東西 這炒涼還是破涼 拿掉這個來源 這就是這個蛋白質的來源 你還加什麼 加黑糖 黑糖 其實就是糖蜜 糖蜜就是碳 糖 碳 碳 碳原 他就碳有蛋 他在發酵起來 這個東西 就會稍微好一點點 這個來源是這樣 所以你這裡面 可能比較差的 就是差蛋白質的這個東西 所以你如果說 我就不得拿了 不然你用一層的藥素 他也可以幫助他發酵 因為我們最主要是要分解 我們的黃金果 這些果肉 這個東西 所以你做液肥 你要把這個果肉分解掉 海草 草木灰 肥膚 加肥 然後染一層的藥素 尿素 其實是 用黃豆粉的啤酒素 好很多 或是說人家早餐店 現在早餐店 不一定有豆頭 因為他沒有加糖涼 沒有加糖涼 因為他有糖涼糖 現在有一種豆涼粉 豆涼粉 要把他水沖下去就好了 這要多少 沖多少 這很方便 還不用大鍋 還不會炒味道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用這個豆涼粉 所以你去早餐店 不一定有豆頭 這個豆頭就是 這個豆渣 這個東西是說 你直接去買豆粉來發酵 尤其是脫脂豆粉 人家在做治療 那種大塊 那個豆殼 那種的更好 這是這樣 你有糖蜜 加一加 這樣應該就差不多 還有肥腥 肥腥加一加 就差不多不足 如果肥腥加下去 就不用去什麼豆頭 這樣你就有糖蜜 有蛋白質 發酵應該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這個 我們一開始跟聽眾朋友說 雖然阿伯都在說什麼菌 什麼菌 甚至我們電台也有提供 相關的這些貨物 但是我們請來跟聽眾朋友說 就是 我希望你能夠了解到 就像這種發酵 我們在發酵的這個過程裡面 要加菌 不用加菌 很多人的問 其實 加菌就是說 它可以控制 可以在我們的手裡 控制 一個發酵的這個方向 我們要讓他為對 一個方向去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速度比較近 不然你沒有加 它會發 但是這個會發的 這個條件 有加菌 沒有加菌 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很大的關係 最大的關係 這是什麼炭蛋比 就是說你那個比例 是不是有一個適當的一個比例 或是說你都只要炭 通常他在發酵 你如果只要炭 可能就是只能變醬 變醋 就是酵母菌 這個東西 我們有這個炭蛋比 或是說雞腿 這種都是炭蛋的這個來源 現在有一個比例 我們發脾 他就可以得到 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這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跟我們注意好朋友 先做一些參考 我都很鼓勵大家去做 其實蠻好玩的 好